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你没有疫苗也没关系 反正我生病了 我有药可以解药 那就好了嘛 所以其实我觉得解药是最重要的 但是瑞德西德这个这一颗药 就是吉列德这一颗药的话 获得这FDA的药证 那瑞德西那个吉列德是涨 那理论上应该升级股要大涨 或者是美国股市要大涨 但是为什么没有大涨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这颗药的话 是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轻症者没有显著的所谓的治疗效果 他是重症者 重症者有显著的效果 但是他是这样 就是说我如果去医院住个七天 那我可能这个治愈率是18% 但是我如果住个大概14天两个礼拜 我治愈率就可以高达58% 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如果进去七天的话 我治疗的费用的话 搞不好是七万块 那我如果住个十天到十四天的话 我花14万 那也就是说他这个所谓的负担 14万是美金 新台币 我把他换新台币 你是说那个药的钱就对了 就治疗了整个程序 流程的钱 整个程序 其实是不便宜的 不便宜 所以原则上第一个的话 他是贵 第二个来讲的话 他有副作用 他其实他对肾脏 是有严重的副作用 就是说有些试验之后的话 肾脏可能就会比较不好一点 瑞德西味 所以这颗药的话 其实轻疾没有什么效果 是重症才有效果 但是不一定有效果 是18%跟一个51% 那其实我们这样讲 比如说这个 这个核一现在在讲一个 所谓的糖尿病 他的这个脚部的溃烂的药 对不对 用药 他对手是一个江神 江神 江神那个药 FDA给他药证 但是重点 使用力只有一成 使用力只有一成 他已经拿到FDA的药证 他使用力一成 因为他这个治疗 他上面写就说 我可以治疗溃足 但是我下面会写副作用 离癌风险五倍以上 所以有些人的话 觉得说 我又不是很严重 算了算了 这个离癌五倍以上 我虽然有脚部的溃烂 我不要用 但是有很多说 没办法 我太严重了 我不用也不行 那可能就用 但他只有一成 所以现在就说 这个要出 理论上 这个吉列德应该大涨 整个气氛 生技股应该大涨 甚至美国股市应该大涨 因为所有人得救了 有解药的得救了 但是为什么反应是冷淡的 就是因为 可能就是 他重者才有用 而且他的费用又高 而且他有副作用 所以原则上 这一颗药的话 他正义性其实还是高的 好 那至少有药比没药好 只是说 你的病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如果说你真的严重到 你真的快挂了 你不得不用 再贵也要用 或者说再多后遗症也要用 至少先救急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是瑞德西韦 我看这个新冠疫情 现在目前 今天早上拜登跟川普 又进行最后一次辩认了 那一开始也还是集中在疫情上面 然后拜登说 这个黑暗 治安 美国的这个冬天的治安时刻要来 好像说疫情会越来越严重 那现在当然我们希望说 不要这样的状况出现 好 那第二个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这个产业面讯息就是 这个华为的MAS40的旗舰手机出来了 这个没晶片还能出来很厉害 有晶片 对啊我知道 他库存的晶片 至少是9月15号之前 之前跟台阶买的 对他这个麒麟9000的话 一般来讲也是无奈米做的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 就说有很多东西只是一个参考 就说有时候我们之前 像宏达店那时候在卖的很好的时候 他推了一个感动机叫Sensation 那时候的话 但是那时候三星它S系列 本来宏达店卖的很好 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说 感动机一出来之后 那个分数 就是说所谓的安兔兔 或是GIGABANCH 它跑的分数 那时候宏达店的分数 跟那个三星的S系列分数差很多 输人家很多 从那个时候的话 后面的1系列的话都输很多 结果后来越卖越差 就等于输给三星的S系列 或是No系列 所以那个跑分 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子 其实华为这个Mate 40的话 安兔兔的跑分是69万分 那9万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说一般高通的 现有的叫865plus 跑的分数大概是60到62万分 差很多 当然小米最新的这次有跑到68万分 它还是赢它 华为还是赢高通 那请问一下S4跑多少 S4也是五奈米 S4是跑57万分 比69万分还少12万分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话 这个iPhone跑的速度的话 其实是比华为差 所以他告诉我们就说 其实华为它的硬体的方面 确实是很强 那你可以发现它的所谓的这个解析度 还有它里面的各方面的一个功能的话 包括镜头的很多的功能 如果你详细去研究 其实它各方面的话 其实都很好 所以硬体没有问题 那如果没有去处罚它的话 搞不好华为现在已经击败三星 可能是第一名 但现在没有办法 没有Google怎么办 如果没有YouTube的话 或者是没有Google地图 或者是没有Google 它的里面的APP的话 S4真的很难用 在国外的话是不好用 那当然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大陆的话是可以 但是后面它没有晶片的 因为它有设计能力 还是有设计能力 它没有制造能力 它制造还是要靠台积电 台积电不让它制造 它找中心找其他都没有用 所以原则上 其实中国市场它可能还有 但重点的话 它没有制造能力 所以华为有硬体 没有软体的话 我看这个还是末代的 一个所谓的华为最旗舰的手机 它是用它自己的鸿蒙 鸿蒙的系统 鸿蒙系统其实还没有出来 它现在的话 就是属于一种就是mobile 就是所谓的system 它是属于它自己华为的系统 但鸿蒙的话 其实真正的成熟 我还没有完全 现在只是去年那个Google的改洋型 Google的改洋型就是说很多都跟Google一样 但是就是没有YouTube 就是没有所谓的这个APP一大堆的 所以等于就是说已经那个Google的精神已经都没有了 这个在大陆用可以 因为大陆本来就不能看Google 对对对 所以大陆没差 可是如果说你这只手机要到这个大陆以外的话就差很多了 但它没有制造能力 它只有剩一样 它没有制造能力 最主要是没晶片 对对对 阿伯仁塞刚刚讲这个麒麟9000的晶片 是等于说是像9月15号之前做的 所以台阶的货也出完了 台阶不可能再接单 对对对对 所以华为明年可能手机会大幅的衰退 对对对 如果说假设去年是2亿4千万只 对 今年的话可能当到1亿8或是1亿7 那明年的话有人估到5千万只 或是甚至有人估到4千5百万只 所以原则上那个是叫做Nagravo 你家拉大瀑布的泄跌 好 华为真的也蛮惨 不过今天华为也公布出来营收 它其实营收今年前三季还成长10% 不过这个成长的速度 这个幅度已经较以前差很多了 对对对 就很明显受到制裁影响了 因为它一季的话市占率已经降6%以上了 所以那个速度的话是很快在下降之中 好 那你觉得后面美国的制裁 有可能会再进一步延伸到更多的 中国大陆的这些科技厂吗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因为我认为就是说 其实现在这个 但是问题就是说 因为现在是选举了 因为川普的话 我觉得他会延续他的一个政策 但是拜登就不一定了 民主党的做法就不一定了 所以原则上我们这样讲就是说 为什么选举之前的话 会比较属于那种狭窟震荡 因为如果说今天是 这个川普比较明显的优势要当选了 他的政策可以持续 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川普可能当选了 那政策会持续 他还是继续搞不好又减税 又扩大纾困或什么一大堆的 那华尔街还是很快乐啊 所以一般还是会有表现 但是拜登如果当选的话 可能资本利得税 或者是可能在其他的部分的话 也许可能会启动升息的这个 大家都有这个余力 所以现在拜登的声势是比较高了 当然摇摆之后可能慢慢倒向川普这边 每天的选情都不一定了 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 一般认为的话 拜登的机会会比较高 那拜登机会比较高的话 那就有可能很多的政策就会 就会退换掉 所以为什么股票市场的话 华尔街都是观望的 因为他们认为就是说 万一变天的话 他们要怎么去应付这个局势的话 可能还要在48本的一个剧本来怎么对应 好那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剧本 就是选举结果出来 这个剧本恐怕是最惨的 对不对 那我们这也希望说不要是这个剧本 那另外iPhone 12 这个已经开始在预定了 而且预定的情况非常好 对对对不过我们现在从两个角度来讲 第一个角度的话 无论小米或者是三星 他们每次在预购的时候 哇都预购都很棒 都卖都讲很好 像今年这个年初的时候 这个S系列也是这样讲 不过到后面的话 感觉上他只卖2000万只 就是后续无力了 那小米的话当然是也有这种情况 但是目前的话 这个iPhone的话 到目前为止的话是卖得很好 你想想看 开卖前之前是不能有样本的 因为这个如果原厂可以去除 说你怎么拿我的样本 在网路里面讲来讲去 这个可以罚86万 可以罚86万 但是问题去年iPhone 11前一天 就拿样本在网路里面 也没什么事 今年10月23卖 10月20号 整个网路已经拿出来了 这是太平洋蓝 有些人讲说这是垃圾蓝 这跟我家里面的椅子蓝色的一样 怎样了 已经开箱了 10月20号iPhone 12已经开箱了 10月21号的话 iPhone 12 Pro的话也开箱了 你可以发现都比以前早很多 然后又开始 我都不许讲怎样 谁讲什么样 谁讲什么样 都是一连串的所谓的造势 所以你说卖得好不好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重点的话 今年的造势的情况的话 更加的厉害 我也相信他可能会卖得很好 因为其实他这一次的特色的话 是这样 是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的话是照相 因为他的照相的话 好 这个iPhone 12厉害在什么地方 就等一下我们下一段 请阿文塞好好来跟大家讲 那你想看这些网红怎么拿到手机的 当然是苹果给他们的 这想也知道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这就是在造势 苹果以后要给我们手机 我们就可以把你开箱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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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是什么喷筒蓝 为什么要讲喷筒蓝呢 他讲悦逸蓝 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叫悦逸蓝 晚上很悦逸蓝 哦 悦逸蓝 夜逸蓝 晚上悦逸蓝 夜晚的夜 夜逸蓝 悦逸蓝 夜晚的夜 那另外一个人叫夜逸蓝 夜逸蓝 有个妙 不然为什么要叫夜逸蓝 他就是用他的名字来 他这种问题的颜色 好像四个颜色 还有银色的 金色的 你觉得哪个颜色最好看 现在可能 除了太平洋蓝被推翻掉 就是银灰色现在强的比较多 比较正统 对对 因为金色以前推出来 这个有流行一段时间 现在感觉上比较不流行 8282 银灰色 你会去换吗 我没有 我不是 你用三星 不是 我用那个Vivo 因为我主要是 他的荧幕是全荧幕 然后我看那个 看那个什么 那个 中华电信的电子书 在手机看比较大 因为他有一个 那个蓝海 那个 那个 瘤海 那瘤染密集太大 我觉得看那个电子书的话 就有时候就是 Vivoe是多少钱 2万3 2万4 差不多 多大 他就 就这样 他很大 整个都全荧幕 整个都全荧幕 他没有什么孔 什么都没有 这样我看那个书 如果是 因为眼睛不好 所以我就是 尽量去找那个 他有Face ID吗 他Face ID 他有没有那个 他还是评下指纹变式 平下指纹变式 大陆 大陆手机好像比较多 还是评下指纹变式 对 嗯 嗯 Face ID这种绝过光 是苹果独家最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大家要知道这个iPhone12 到底厉害在哪里 总共四支嘛 但是最高档就是iPhone12 Pro Max 这个荧幕非常的大 对 应该是苹果史上最大尺寸的手机了 对不对 这个我们请阿文塞继续来告诉我们 对 他他他在发表56分钟里面 52分钟里面有16分钟在讲照相 以前不是这样 他专门在讲照相 他认为就是说一个手机 1亿万画素好像感觉像解析度很高 嗯 然后1200万画素感觉像解析度很低 他就两个对照 比较亮的那一个的话是1200万画素 比较暗的那是1亿万画素 他说齁 其实最关键的是那个进光量 嗯 你那个手机的进光量比较快的话齁 一般来讲的话 他的亮度会比较高 他这一次采光量可以增加47% 所以你看他那个拍照的效果齁 跟之前的iPhone11比较 他可以成长87% 嗯 所以他那个他就比较的话 跟之前iPhone11比较的话 他亮度很高 嗯 第二个来讲的话齁 我们照相再怎么样齁 照相是欢乐的气氛嘛 啊这样啊 就动来动去 一定会手震 十字八九 你怎么照相都会手震 对那手震的话齁 你先按快门 那理论上才手震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不会模糊 但出来都模糊 也就是说那快门按下去 产生的效果 你已经手震了 手震其实是后面 但他比较快 对 但是你按快门 那个是效应比较慢一点才出去 所以都模糊 他号称就是说齁 我现在把那感测器跟镜头分开 嗯 所以我是有一个感测器是位移式的 那位移式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快门一按我马上出去 我手震了手抖了 那个是后续 你快门比你手抖的速度更快 你马上照出来 虽然你有手抖哦 有手震哦 但是你的照片清晰的漂亮的 所以他认为这个防手震这个东西的话 他是所有市场里面最先进 而且他的感光面积可以达到55%以上的话 是最亮的 所以大家一看的话 所谓网路里面有些看到的照相效果 就是说他的夜拍的效果是最棒的 有史以来最好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他有光达LIDAR LIDAR其实我们知道说 以后他是要有AR 但AR毕竟就是说玩游戏的人在用 或者是有些人在设计在用 但是AR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光达 光达跟TOF不要不一样的话 是TOF的话是按照那个深波的距离这样来跑 但是光达他直接说怎样 直接就打下他就喷出来 就是打回来了 所以光达他的速度很快 所以他对这个立体的3D的各方面的话 他打回来很清楚 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先用在照相的时候 照相一个人 他的距离的话马上都打出来 所以那个清晰度非常高 但是如果你用TOF的话 因为他是光线的距离这样来测 所以他是测这个光线的距离 所以变成中间会有风向啊 会有什么去影响到他 影响到他之后你跑回来的话 那个影像的话就模糊 就不太准确了 所以TOF的话你去用照相的话 常常感觉上的话是不太稳定 但是光达就回来了 所以你马上测他的距离的话 是10公分20公分30公分 他马上弹回来是几公分 所以原则上 那个光达虽然以后是用AR 玩游戏 但现在用在照相的话 那个准确度很高 所以他这一次号称 这个照相效果很好的话 就是他的防手震做得非常好 第二他的感光面积非常棒 第三的他的光达的话 让他的照相的准确度 还有他的距离的感测度的话很棒 所以他这一次的话 可能卖的比较好的话 应该是在所谓的照相这个功能上 好 那当然苹果很厉害啊 他这个照相功能 除了瞄准这些网美啊 大家爱自拍啊 他其实就是给这个直播用啊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这个进光量大嘛 你直播以后也不用灯了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不然你看我们现在直播 我们的镜头 进光量不够大 我们还要打两盏大大的灯 对对对对对 打这个灯就是要进光量 对啊 重点是在进光量 因为他进光量不够大 所以他打灯要让我们的脸亮一点 对对对对 不然我们脸就黑黑的 以后这个用iPhone12 根本也不用灯了 对对对对 所以苹果很厉害 他其实是在想到就是说 未来的运用趋势 所以我认为这个iPhone12会卖 对对因为现在所讲的是 仅次于iPhone6 那iPhone6是2014年抵推的 他的快捷年度是从10月到隔年9月 所以他算2015年 2015年喔 那时候iPhone的手机卖 2亿3千5百万支 对现在大概1亿8 1亿9左右 2亿3千5百万支喔 仅次于他喔 所以这个iPhone12 搞不好可能卖到2亿1千万支 或是2亿2千万支 一个大周期 只要500万支的话喔 过去还没有分割之前 一个500万支的话 这个这个苹果的获利 可以增加0.7美元 那呃 现在目前看起来 这个iPhone12可以带动 什么样的股票呢 如果以台股来讲的话 其实理论上的话 我个人认为 第一个的话喔 应该就是属于那种 所谓的这个光达 类型的这类 这类型的股票喔 那光达有时候有些人的话 会觉得说 VC有是不是我帽那些 其实喔 光达好像是lumantum嘛 是不是 对对 但是问题就是说喔 其实喔 这个VC有的话 因为那个人脸辨识 大家都不太用 因为它停滞在渗透率 只有16%长期 所以VC有的需求 它是停滞的 所以这一块的话 其实它成长不是很大 其实光达真正的话 还是在液晶光 还是在大力光这一边 也就是说 未来大家如果都使用光达的话 一般来讲的话 应该对镜头的一个 所谓的概念的话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那第二个人来讲的话 因为5G啦 那5G的话 我是觉得说 因为它跑的速度比较快 那虽然它现在讲是3.5G而已啦 就是大概3.5G到4G 一般以前我们的4G 它的速度是2.5G以下 那sub6的话 应该3.5G到6G 那现在速度 大概是3.5G到4G 那但是还是比以前快很多 搞不好一开始的话 会多2倍到3倍的一个速度 所以我觉得 那个高速的印刷电路板 这一块的话 可能它用量的话 价格的话 会比较贵一点 那这个的话 就像滑通这一类型的话 应该收费程度 也会稍微比较高一点 OK 可是最近看起来这个星星跟南电 股价走势都不强 尤其是南电 对 因为最近的话 一般来讲就是说 在这个ABF载板的部分的话 未来需求还是很大 但是最近有一个问题的话 是伺服器的需求 在减弱 有在停滞 因为其实ABF为什么面积会扩大 需求量会大 伺服器 其实它是在用大数据 对 伺服器这一块 那伺服器明明很好 资料中心很好 但是为什么Intel盘后跌10% 就是因为资料中心 对 需求弱 就是伺服器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一开始发生疫情的时候 发现这个Google 或者是Amazon 或者是Facebook 这些所谓的ISP 就是网路 这个所服务的供应商 这些厂商 它在云端的建置 它的资本支出是下降的 所以有一家公司 后来就是因为这样股价 有一点不增加为盈 就是因为有砍单 那时候一直 法说会有在讲 那时候可能就是有这个余力 就是说法人一直在讲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一次的话 伺服器云端的东西 历程也在法说会里面谈的重点的话 也是在这一块的话有点衰落 所以变得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云端的伺服器的这个需求量少的话 其实也是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讲到Intel这个盘后股价大跌10% 它其实基本上就是受到它讲说 它的资料中心的问题 所以一跌跌一成 这非常可怕 Intel股价本来就不高了 还跌掉一成 那这个伺服器 台湾有很多千金股 跟这个伺服器有关 是不是那要注意了 对伺服器 但是我是觉得说明年的这个 因为如果疫情比较减缓 明年的这个云端的资本支出还是会增加 所以明年其实还看好 但短期里面它就是不好 短期里面其实在伺服器这个概念的部分的话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应该还是不好 但是为什么这个Intel会跌 其实它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 最近AMD 因为AMD 如果有十个晶片 伺服器的晶片 就是制造中心的晶片 有十个 这个Intel占八名 占八名 AMD只有两名 而且AMD可能是排第四名 第八名 第一名到第十名 Intel前八名 所以Intel在伺服器 在制造中心很强 但最近AMD推了一个晶片的话 既然分数是第一名的 那你看AMD 它在PC的话 市占率的话 大概从5%变成20% 但是它在伺服器只有5% 在PC它是20% 在伺服器是5% 所以伺服器的部分的话 AMD追不过所谓的Intel 现在AMD已经在伺服器的话 跑得比Intel还快 所以搞不好伺服器这一块的话 AMD追得更凶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Intel的话一定要赶快代工给台积电 不然我耳后的挑战实在太多了 Intel已经宣布了 明年第一季会决定 是不是要委外代工 我想这个机会很大 应该就是台积电了 对对 所以那个量很大 那量一大的话 我觉得台积电的获利的话 应该有上升的空间 好 那这个Intel可以讲说 是真的被台积电跟AMD 联手给打败了 这个晶片巨人 今年很衰 这个7nm出状况 最近又要把Netflix 这个卖给韩国商 对对 真的是这个变化非常好 我可以在这里 可以在这里 看起来 这种问题 就得好 现在